听到语音的话,打个123号,我们继续来研究,分析一下坐标 什么创生角 好,我们接着从上一节课的那个位置开始分析 我们分析一下,它与我们的角色,这个坐标 它是否与我们之前的那个角色对象有关系 那么我们一层一层的往上找 但是呢,我们先在6层1里边 你看1d8这里开始的话,应该是我们之前的那个角色对象 这是我们的角色对象 我们再来看一下角色对象的地址 好,角色的对象的地址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1d8f8开头 好,我们在6层2这里来看一下 它当前的话是在什么地方呢 是在这里是吧 它这个rx 我们看rx也是1d8 但是它与刚才这个1d8相差多远 我们看一下 相差的太远了是吧 它还在它的前边那个地方去了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的话 它肯定不是我们当前那一层的那个机制偏移 是不是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样吧 我们这个角色对象 我们加4 加4的时候呢 我们加4或者是减4 按照4之间对齐的时候 我们都看到 看到这个名字 这样的话 这个地址的话 更好 对比 所以说这个rx的话 它并不是对象 所以说这个我们 如果这个坐标它与我们这个对象 如果与这个对象有关系的话 我们还需要向前找 可能才能够找到它们之间的一个联系 那么我们去找一下 找一下这个坐标 往上层找 看是否有一个它的机制偏移 而它的机制偏移里边 看与这一个 宿主里边的这个对象 有没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地方 按高亮显示一下rx 那么这个rx呢 它来自于前边这个rx加94 那么也就是说 从这里来看的话rx加94 再加什么7c 是这个坐标 我们的坐标x 当然xyz它应该是在一起的 是不是 我们来看一下 在内常率里边来看一下 rx加7c 看一下这个坐标 好 这是我们的当前坐标 比如说前边这流的话 它有一个目的地坐标在后边的 目的地坐标它与当前坐标 可能是不一样的 当前坐标它就是说你走一步 它这个坐标就会变化一次 而目的地坐标它要什么 要你鼠标每次点一个新的 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地的时候 它那个坐标才会更新一次 那么这里的话这个rx呢 它又来自于前面这个括 你看这个括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机子里面的括 那么如果这一个括 里边出来的就恰好是这个数据的话 恰好是这个数据的话 那么我们就能够对应上 因为这里机子的话 看起来它也是一致的是吧 至少这个机子 那么我们跟到这个括里面去看一下 那么里边有这个94 有这个数组 有没有相关的 这个是不是返回角色对象 我们转型器看一下 那么这里的话 JNE做了一个测试 看488这个地方是否为0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它最后返回的是什么 这里有个rx 这里呢 它来源于rbx rbx的话 rbx来源于什么 来自于18 来自于这个地方 来自于多少呢 来自于488或18这个地方 看起来好像机子偏移 好像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看一下里面包含的值 是否是一样的 我们按这一个 反正它两个地址是一样的 我们转进来 给它标记一下 它感觉好像是从这里 这个地方它是加488 然后后边这里再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108 这样来取得的一个对象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对象 我们到内存3那边去看一下 那把这个对象进去之后 我们看一下 看到一些什么东西 我们加1c 看能否看到名字 你看这个地方呢 它也能够看到名字的 也能够看到名字 但我们看一下两个地方 它是否是同一个地方 我们与这个数组 这个角色对象 做一个比较 加1c 加1c 我们发现 你看看到没有 它实际上就是同一个地方 那么这个呢 它实际上等价于后边这一个 等价于后边这一个 当然都是要带了括号的实际上 这里都要加一层括号 要加一层括号 这两个东西呢 它是等价的 最后是从这里返回的 我们把这段取出来 前面那个是代表数组 R 这个我们重新 多值一下26克的 这个算是 那么我们发现的话 刚才 从我们的分析上来说的话 它这两个地址是指向到 同一个地方 我们把它 弄到前边 再对比一下 就是说是什么 怎么个情况呢 这个呢 它是直接指向了 我们的角色对象 而这个呢 它里边也有角色对象 但这个呢 它是在 对象数组 里的角色对象 角色对象呢 它有一个单独的 如果我们单独取角色对象的话 应该取前面这个机子 应该来说更加的精确一点 而后边这个的话 它可能有一些不稳定性 但是一般来说呢 它恰好 这个角色对象呢 放在了 数组的第一个位置 因为我们C++ 这个结构数组的话 它是从0开始的 下标是从0开始的 所以说刚好 这个地方呢 指向了我们的角色对象 那么目前我们发现 它是同一个东西的话 我们又可以推导出 另外一个 是吧 另外一个数据 那么 1c 这里是 0字 那么在这里 380 因为它们两个是等价的 这个里面取得值 与这个取得值 是等价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是否是等价的 我们到内存符里面来看一下 好 内存符你看 这里指向的 98010 是吧 那么我们 再用下边这一个公式 去看一下 那 你看到这个地址的话 你看 是不是与前面这个 1d8 f8 f198 010 是不是 你看 它完全是一样的 我们再用这个地址看一下 看它完全是指向的 同一个地址 看到没有 完全都是 就是指向同一个地址 所以说 这两个它是等价的 那么既然是等价的 也就是说 这个对象里面的这些 这些 其他的矿物啊 或者是我们的宠物呢 它应该也有 同样的一个属性 那么刚才我们的分析的话 是怎么来的 我们再回 回过头去 看一下更上层 那么更上层的话 其中 这里有一段 因为 我们刚才已经通过这里的话 已经正式了 正式了什么呢 返回的 它就是角色对象 与这个就是等价的 返回的呢 实际上 就是这个值 是不是 而这个值呢 角色对象 也就是说 这个rx呢 就是什么 就是角色对象 所以说 所以说 这个坐标的话 它是 94加7c的一个偏移 从这里 看出来的是吧 这一段 我们把这一段 这里返回 对象 对象 我们把前后的 把前后的一个特征码给记一下 记在后边之后 记在后边之后的话 也就是说 这后边的话 它还有380和384这个地方 我们暂时可以认为 它是什么 目的 地 坐标 forload 而这个 加01c这里呢 它是一个什么 ut 在我们c++里面的描述 它应该是 一个w星星 的一个什么 指向指针的一个指针 指向的 名字 指针 是这样的 一个指针的一个地址 那么这是我们角色对象有的 我们这些宿主的话 它应该也有 而且 我们刚分析到的 这个940 94 加 7c 那么这个 坐标的话 它是什么呢 它是影响到我们 就是 影响到我们 物品的一个 坐标位置变化的 就是可以 当成瞬移坐标来用的 这样的一个坐标 当然 顺利的话 它是 服务器是有检测的 会被拉回 你可以 欺骗一下你自己 当然 小范围的 如果你在它的 一个 就是 效应的范围之外 因为它比如说它效应的话 它肯定都要做一个检测 你当前 你本地的坐标 与那个服务器的 所在的一个坐标 它是1000或者是2000 如果在它的一个 就是 简测的 效应的一个范围之外 它可能是会 允许你进行一个瞬移的 但是在你的一个 效应范围之内的话 效应范围之内 应该它会 比较小的话 就是小范围的这种 在它的一个 效应范围之外 它应该是可以 移动 看一下 有什么事 举手有什么问题 用文字描述一下 看错了是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其他的一些 一些对象的一些坐标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边仔细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 这里我们 取11 加1c 看一下这里有什么东西 没有 看什么这里有没有 这里有一个什么 精致的落日音草 是吧 那这个地方 我们加94 加7c 那么看一下这个坐标 这里是否有一个坐标 这里它是有坐标的 是吧 这是那个可以移动的坐标 移动了之后 它可能 在地图上的 给我们的一个视线效果 它也移动了 那么我们到上层去看一下 看它的那个 它应该像这种 它是固定的一个坐标 像这种的话 它是不像这个怪物和NPC那样可以移动 所以说它380 这里 可能就没有那个目的地坐标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它380 380 这里的坐标就是 什么 就是为0的 因为只有我们玩家 它才可以什么 它才可以自由的移动 移动到我们的目的地 地址 所以说像其他的 矿物啊 那种植物啊 它380这里 它是没有坐标的 我们看 50这个地方 50这里它 它都是有一个坐标 我们看50这个坐标 它与 那个 我们画一个 我们看 现在是绿层5是吧 那么我们到 这边来看一下 94 我们看7C 和那个 50那个坐标 有什么区别 7594 我们再看绿层5 你看它是一样的 实际上就是说 这两个坐标 它应该是一样的 看到没有 因为 这个它应该就是一个 当前一个固定的一个坐标 但是呢 我们玩家的那个坐标 但是我们玩家它是会移动的 会移动的话 那么加 050这个坐标 这个坐标的话好像是固定的 我们看一下 就是我们自己的角色的 5C 加这个97C 这两个坐标是否相同 如果都是相同的话 我们平时做距离 距离的一个计算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用前边的那个坐标 我们看一下 6×4 那么这个我们加94 加7C 这个是5094 这两个坐标你看它就不一样了 这两个坐标它就不一样了 是我们玩家的 所以说 从某种程度来说的话 这一个坐标 它是不精确的 不精确的 但是 但是我们的那种矿物 就是我们的 那种不可移动的 对象 就像我们的 这个是50 这个是50 不是50 那么 这个值呢 它与后边这个值呢 是相同的 这个应该什么 应该写在后边才正确 应该写到这个数字里面 才正确 这个坐标呢 它是不精确的 但是就是说那种 不可移动的对象 就像我们矿物的话 它都是一个固定值 它不会移动 那么像这种的话 它两个值来 加94加7色来 就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平时 要用坐标的话 尽量还是用后边这个 加94加7色 那么你搜索它的时候 也要注意 要注意一下 它7色这个偏移的话 它是按照4字节对齐的 所以说你搜到时候 你按8字节来搜的话 你就是说你这里 搜的时候 如果你少埋的对齐方式 你是8个字节 那么这个地址 你是搜不到的 是搜不到的 当然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它可能这个 结构里面 它可能是按照 一个字节对齐的也有 所以说我们分析的时候 是非常花时间的 这里呢 我们没有所有的那种 字节对齐 都来做这个测试 我们都是选几率 几率 开率最大的 先来做测试 好 今天的分析呢 我们暂时就到这里 那么对顺移有兴趣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 顺移尝试一下 看在多近的一个距离里面 它不会被那个服务器修正 当然本地的修正的 那个坐标呢 你可以找一下 它就是写入 呃 就是说那个校业啊 你想做一个 就是那种顺移的话 你可以对这个地方呢 下一个啊 写入值的 一个断点 然后 某一个写入值的话 它可能就是浮迹发过来的 那个校业 那个地方呢 你把它屏蔽了之后呢 就是说 让你自己感觉起来 可能有那种 顺移的一个效果 嗯 当然实际有没有 就需要你自己 去做一个 测试啊 具体会不会顺移是吧 实际上 这个顺移的话 就要看服务器 它的一个 检测的一个范围 那比如说 它的那个检测范围 放的比较宽松啊 比如说 它的距离是一千两千 一万两万 超出了这个范围 再检测的话 它比较宽松 那你就可以 什么呢 嗯 可以写一个那个 就是小范围的一个顺移 啊 这个过图的话 应该有相应的一个 过图的一个指令和括吧 啊 直接顺移的话 这个不知道行不行 啊 要做相应的测试才知道 啊 但这个 坐标的话 肯定就是我们今天 分析的这个坐标 啊 应该就是 可能就是那个 顺移相关了 但是这个坐标 它也是有多个的 啊 也是有多个 而这个坐标 我们刚才在分析的时候 就看到了 这个坐标一更改的话 它相应的 坐标的话 它就会影响到很多 类层里面的坐标 而且你要做顺移的话 可能就是说 还有其他的坐标 可能要同时修改 它可能有效应 这个类的 这个可以 后边有空的时候 我们再做一下相应的测试 啊 好 今天我们暂时就分析到 分析研究到这个地方 这个我们都是分析测试啊 自己需要什么 就是需要研究什么呢 就可以朝相应的方向 做一些相应的测试 好明天呢 我们继续做相应的一个分析 今天呢 我们暂时分析到这里 目前的话我们附近呢 对象的话 两个关键的属性 我们都已经取得了 一个就是坐标 另外一个就是名字 当然还有一个是ID 但是这个ID的话 我们看里面有没有 这个ID我们还没有 没有注意看呢 ID的话我们知道 上层它是有一个ID的 在这个地方 它存在一个ID 这里它是你看 它是存在一个ID的 但这个对象里面 它会不会也有一个 也有一个ID呢 我们看一下 哦 这里好像再加1点这个地方 好像有一个ID 我们看一下 你看本来的话 它那个ID是在哪里 再重新复制一下 再重新复制一下 就拿第三个对象来说 那么我们把它 复制一下 本来这个地方 24A E5 D61 这个地方是ID 那么我们看一下 取出来之后 这里边 点点点啊 03加8 我还有 还要多乘 一乘、两乘、三乘 一乘、两乘、三乘 一乘、三乘 那么在这里再加1014的这个地方应该是 这个地方好像是id 是吧,我们把d位的跟他跳过 加14 24a15d61 前面那个结构 24a15d61 那么我们在这里的话看的话就是什么呢 14这里的四个字节 是id 1c这里是名字 备注一下 这个id的形式呢,我们也给他复制出来看一下 一般就是这样的 更上乘的这个结构就在6×1里面 这个结构,这个结构呢我们之前 周末的时候 录制的那个分析视频 里面 就详细的说了这个结构 这里是id 这是那个结构数字 我们把公式也给他配戴在这里 这是那个 结构数字 这里 这个地方的话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 加8那个地方 减4的那个位置 就详细的 这对 这个地方 这就不错了 是 说 今天我们的分析的话 就到这个地方 别的游戏 一般来说每个游戏都可以 都可以顺移 就是说顺移的距离不一样 就是要看服务器检测的距离范围是多少 有的它能够顺移一两千个单位 有的能够顺移一两百个单位 当然我们刚才也修改了 修改的就是说比较远 可能有一两千个单位 但是它被拉回了 说明这个游戏的话 它的一个检测范围还要更小一点 更加的精确一点 可能只能够顺移几百个单位 今天我们暂时测试到这个地方 我就再放开 一旁 放开 感谢观看